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981-1000章 丹武双绝 第981章 不能 为什么要袭击你 是因为你长得太帅 是因为你说你是拦指的未婚夫 是因为你身边有一个让人垂涎的小美人 当然 这些原因肯定不能说出口 居军深深地吸了口气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只能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怀疑秦冰是泄魔势力的舞者 只有这样才能让影响降到最低 我从来没有掺杂过私人恩怨 一直觉得你是泄魔势力的舞者 才攻击你 秦冰点点头 虽然心中不幸 可他也没有办法 居军 你是什么人我们都清楚 说这些话 估计你连自己都不相信吧 苍鱼目光凶狠地盯着居军 大声道 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只是一时间没有找到证据而已 放心我总会找到秦冰是泄魔势力的证据 躲开苍鱼凌厉的眼神 居军装作一心为宗门的模样道 哼 苍鱼冷哼一声 看向全场长老 你们不是觉得秦冰在作弊的吗 那么睁大眼睛 看看我手中的丹药 这些丹药是不是完美丹药 就因为你们的不相信 秦冰才需要当众炼丹 也因为当众炼丹 所以才受到居军的偷袭 秦冰的伤势 你们也有责任 听到苍鱼的质问声 一个个长老羞愧地低下头 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武断揣测在先 害得秦冰需要当众炼丹来邓卿 还好秦冰有办法澄清 要是他们确定下来 秦冰鄙视作弊 而这冤枉的事情被确定下来 那么以后 秦冰再在世人面前澄清 他们不但名声受损 还会让武神宗蒙羞 就因为你们的怀疑 差点让秦冰死亡 他的丹到实力 你们也见识了 当之无愧的大陆最强 大陆最强的丹地拜访宗门 不但收到无理对待 更要收到你们的冤枉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这就是我们武神宗的待客之道吗 说出去不怕人笑话 所有冷都低着头 对苍鱼的训斥 谁都不敢吭声 最后 苍鱼似乎感觉已经骂够了 似乎想起了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才止住了骂声 话音一转 道 我觉得居君 长老 严重地违反了宗门的规定 险些给酿成了大祸 我觉得应该把他关入吉岭宫 众人听到苍鱼的话 心中一颤 吉岭宫可是关押泄魔势力的武者 里面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武神宗弟子除非是犯了背叛宗门的大罪 否则不会关在里面 而且 吉岭宫从来没有关押过长老 苍鱼 你有什么资格把我关入吉岭宫 我和你同样都是长老 地位相同 哪怕我犯了宗门的规矩 也只要宗主大人才能审判我 居君听到苍鱼想把他关在吉岭宫 顿时慌了 他打不过苍鱼 要是苍鱼不顾一切 他很有可能可能被擒住 现在宗主身受重伤 昏迷不醒 按照规定 所有的大事都可以由长老投票决定 苍鱼望着居君 冷笑道 耽误双绝 第982章 地下宫殿 居君犯下了巨大错误 我提议 把居君关入吉岭宫 现在宗主重伤昏迷 宗门的所有长老都有责任和义务投票 现在该你们做决定的时候了 苍鱼目光在长老身上扫去 举起右手 大声道我建议把居君关入吉岭宫 作为长老 苍鱼也有资格投票 你敢 居君立声喝道 他现在真的怕了 没有想到 苍鱼这么重视秦明 为了他千方百计 要把自己关入吉岭宫 你可不要忘了 宗主还昏迷不醒 我可是宗门内维尔的丹地 没有我的帮助 想要就醒宗主 难上加难 众长老听到居君的话 本来就很犹豫 现在更是摇摆不定 苍鱼长老 现在宗主的是最大 居长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不把这是压后 等先就醒宗主再说 几个长老互相看了看 面上带着为难之色 白眉长老转头看向苍鱼 目中带着祈求 是啊 现在就宗主最关键 居长老可是五弟 见多识广 我觉得 这个是由宗主大人判定才好 先就醒宗主为大 有白眉长老带头 其他长老纷纷帮腔 居君犯了大错 秦明可是最顶级的丹地 他可是差点死了 你们就这样不闻不问 这还是光明磊落的武神宗吗 你们这样的做法 和泄魔势力的武者 有何分别 苍鱼指着几个替居君求亲的长老 大声臭骂 苍鱼 你别欺人太甚 居君感觉长老们 游倒向苍鱼的倾向 心中大吉 没有想到苍鱼这么狠 非要把自己关入吉林宫不可 是我欺人太甚 你笔诗输给秦明 就抱起杀人 到底是谁欺人太甚 作为武神宗长老 连笔诗胜负都不敢承担 你有何资格作为武神宗长老 又有何资格领导武神宗弟子 苍鱼转过身来 面色凶狠地盯着居君 声音中充满灵气 震耳欲聋 你 苍鱼一言不合 就指着他骂 让居君气急败坏 没有想到 居长老是这种人 我看秦明也不像 泄魔势力的舞者 再说 泄魔势力 怎么可能把丹帝 派遣出来做奸细 秦明炼丹实力 何止是丹帝 你们算算 他刚刚炼制望月丹 这种九品丹药 花了多长时间 才花了一刻钟 我的天啊 我炼制一品丹药 也不止用一刻钟 还不止这些 我觉得 这些都不是最恐怖的 秦明炼制的九品丹药 可全部都是完美纪别 一份望月丹灵职 炼制出十颗完美九品丹药 说他实力达到丹神 我都相信 居长老这次可差点酿成大错 如果秦明死了 世间就少了一个 有可能晋级丹神的人 那我们五神宗 可就是大陆的罪人了 众多五神宗弟子 都一轮声 越来越大 最后化成了排山倒海 对居君的声讨 五神宗的弟子 常年和谢摩势力做斗争 大多身上都充满了正气 而且有资格在这里参观鄙视的弟子 都是五到十里都不错的舞者 他们见多识广 居君拙劣的理由 一眼就被识破 丹武双绝 第983章 充沛灵气 最关键的是 秦明的丹道实力 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和尊敬 特别是人群中有很多炼丹师 他们对秦明充满了敬佩 观看了他一次炼丹 都获益良多 打心眼里感激 现在居君居然想着杀秦明 在有人带头的情况下 五神宗弟子们的群情激愤 怒火漫天 怎么会这样 望着一个个都对他怒目而视的弟子 居君心中胆寒 他根本不明白 平时都很尊敬长辈的弟子们 怎么敢集体讨伐他 完了 这些弟子是五神宗的根基 宗门最重是下一辈的培养 如果弟子们都对我有意见 那长老们 也不可能不在乎他们的感受 糟糕了 不能再让他们再闹下去了 居君想要制止弟子们的声头 可苍鱼也不会无动于衷 他高举手臂 大声道我提议 把居君关入吉岭宫 关入吉岭宫 关入吉岭宫 一个个弟子举着手臂 挥舞着 呐喊着 震耳欲聋的声音震慑苍鱼 直击众长老的心灵 关入吉岭宫 一个本来就看不惯居君所作所为的长老 面带无奈地举起手臂道 我赞成把居君关入吉岭宫 众多长老互相看了看 最后一个个都举起右手 我 也赞同 我 赞同 居君脸色苍白 亮腔地后退 他知道 他完蛋了 一直到现在 他都不懂 为什么秦明会得到这么多人的职 迟 为什么 他会众叛清离 被打入吉岭宫 好 所有长老都同意居君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 居君身上气势沸腾 怎么 你还想反抗 苍鱼玩味地看着居君 随着苍鱼的这句话 居君身上气势顿时消散 如同一条死狗一般 软瘫在地 马上有两个武神宗弟子上前 拿出禁锢之锁 套在了朱君身上 这两个武神宗弟子 实力并不强 可居君不敢有丝毫抵抗 他知道 虽然进入吉岭宫 他会很惨 但如果敢反抗 苍鱼就敢当场把他击毙 进入吉岭宫 与姓名相比 居君还是选择了进入吉岭宫 居君被两个弟子架走 在场的所有武神宗弟子 都欢呼起来 秦明见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笑容苍圣者 谢谢你 不 我应该向你道歉 希望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没有让你 对武神宗感到失望 苍鱼真挚地看着秦明 不会 我对武神宗一直都敬佩不已 秦明感激地说道 虽然居君让他对武神宗有些想法 但不可否认 武神宗大部分弟子 都对他极其友好 特别是苍鱼 给了他很多帮助 从冰封拦指的吉兵之夜 到他被居君打倒在地之后 站在他前面保护他 如果不是苍鱼 他也不敢跟朱军比试 苍鱼欣慰地笑了笑 没有让你失望就好 我们现在去画出兰纸身上的吉兵之夜吧 苍鱼现在已经知道了 秦明真正的丹道实力 当然非常放心 秦明解封吉兵之夜 而且 他还记得秦明说过的话 他可是说过 要救治兰纸 想来已经炼制好了 唤醒兰纸神魂空间的丹药 丹武双绝 第984章 笔事 我怎么瞎说了 玄鸣指着秦明道 你看他三十岁不到 实力也仅仅只是五尊而已 能对宗主的伤势起什么作用 又转过头 对着苍鱼道 你难道忘了规矩 带助手进来 必须要经过两位长老的同意才行 居君呢 居长老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 你们两个都是单帝 不是常常和你一起来的吗 没有等苍鱼说话 秦明摇了摇头 大步向外面走去 一再对他鄙视 何必摊这趟浑水 要不是 看在兰指是武神宗的弟子 听兰指说 宗主对他很好 才不会无亲无故地跑过来 上一世有人请他出手 除了八台大轿 玉石铺路以外 还要给足了好处 说尽了好话 他才勉为其难地答应 不管成不成 没有任何人敢大声跟他说话 更何况是鄙视 前世他仅仅只是单帝而已 出场费就不少收 现在 可是天下唯一的单神 炼丹实力 更是比前世高多了 并且这次是 免费出手 居然还受到这种待遇 难道还要他求着他们 才能帮他们宗主治病 得了 不伺候 秦明 秦明你等等 苍鱼继续想要把秦明拉回来 可秦明坚决离开 苍鱼也没有办法 总不能强迫别人吧 要是惹得秦明不满 到时候不但不治疗 反而随便炼制一种丹药毒害宗主 他哭都没出哭去 你们啊 你们 等秦明消失不见 苍鱼转过身来 大声骂道 宗主受伤极重 我们研究了这么长时间 毫无办法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担到实力举世无双的高手 你们却拦着他 不让进去 你知道 秦明能够答应过来 看看 我求了多久吗 你现在把人得罪了 宗主的伤势怎么办 就他 玄鸣指着秦明离开的方向道 他三十岁都不到 怎么可能是举世无双的 担到高手 你刚刚不是问我 居君去哪里了吗 苍鱼大吼道 居君和秦明比试 输了不想认账 居然袭击他 被所有弟子和长老联合 送进了吉林宫 就那个三十岁不到的小屁寒 玄鸣不敢相信到 他能赢成名已久的 担地居君 对 就他 不但赢了 而且是碾压 知道实权实美吗 秦明可是能够炼制 实权实美九品丹药的存在 苍鱼恨不得一巴掌 拍死玄鸣 实权实美 还是九品丹药的实权实美 玄鸣大吼 他虽然不是炼丹师 可也知道实权实美 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境界 也许有少许炼丹高超的炼丹师 可以做到一品丹药炼制 实权实美 可是九品丹药炼制 实权实美 他想都不敢想 更别说听人说起了 我犯错了 玄鸣难难自语 对 你不但犯错了 而且是大错 真不该把你放出来 一直关禁闭才好 望着已经意识到自己错误的玄鸣 苍鸣消了点气 接着便感觉头疼 请秦明出马 不但是他的主意 也是全体长老和弟子的意愿 本来他以为 秦明三天之后 才有可能恢复好精力 所以 哪怕秦明答应了 那些长老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到三天之后 再和秦明一起过来 哪里想到 秦明根本不用休息 更是愿意当场出手 他当然就直接带把秦明带来 哪里想到 单五双绝第九八五章 原来如此 宁 一声轻轻的叮鸣声 如同细闻一般 可这声声响 却如同惊雷一般 轰击在秦明心房 这是兰子的声音 是他一直想听的声音 缓缓地 兰子睁开眼瞼 秦明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是死了吗 望着清醒过来的兰子 听到他的呼喊 秦明眼眶中的泪水 再也忍不住低落下来 你没有死 我们现在是在武神宗 你回来了 兰子的视线 这才从秦明身上转移 在整个房间扫过 苍鱼长老 众位长老 兰子 你醒了 苍鱼说道 看到兰子清醒过来 并且神志正常 众长老都心中狂喜 兰子 你感觉一下 你身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白眉长老忍不住上前一步 面带关心地问道 兰子挣扎着从秦明怀中站起身来 除了感觉身上有些酸痛和虚弱之外 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是我很好 谢谢长老们的关心 听到这话 这位长老脸上的笑容 更加灿烂了 好了好了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我们先出去吧 苍鱼开始赶人 他知道 现在应该让秦明和兰子 单独待在一块 而不是关心什么担药 庆吴也是走出了房间 在外面等着秦明 众人离开之后 秦明再也忍不住 一把把兰子抱在了怀中 兰子 答应我 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了 嗯 感受到秦明宽广的怀抱 兰子幸福的点头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会做傻事了 兰子最后的印象 就是在使用天地震魂之后 晕倒在秦明的怀里 他只感觉自己 这一觉 睡了很长时间 对于自己能够再次醒来 能够再次与秦明相拥 感觉幸福无比 秦明 我使用天地震魂之后 应该是必死无疑才对 你跟我说说 我使用天地震魂之后的是 秦明摸了摸兰子的脸颊 柔声到你当时使用天地震魂之后 身上气息全无 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不过 也许是服用了神魂珠之后 你的神魂空间发生了质变 天地震魂 并没有把你的神魂空间中的力量 全部使用完 还留了一线恢复的希望 我检查你神魂空间之后 给你炼制了七窍玲珑玉心丹 唤醒了你的神魂空间 蓝指点了点头 秦明虽然说得简单 可其中的万分惊险 还是能被他感觉到 七窍玲珑玉心丹 是能够唤醒神魂空间的丹药 他不相信 这种丹药会很容易炼制 必然极其难以寻找 如果容易寻找 秦明肯定不会先来武神宗 而是直接寻找灵直炼丹救活他 之后 才会和他一起来武神宗 不过 他也不打算继续问秦明 这些事可以等等 以后再细说 秦明 谢谢你救了我 谢谢你带我回宗门 秦明握着男子的手 你和我之间 还需要说谢谢吗 蓝指躺在秦明怀中 静静地听着他的心跳 似乎自己的心跳 和他的心跳连在一块 单舞双绝 第九百八十六章 不去 第二天中午 武神宗住处 一座豪华的庄园之中 秦明从床上醒来 怀中抱着蓝指 这是武神宗给他分配的住处 昨天他和蓝指聊了整晚 一直聊到睡着 秦明把蓝指轻轻放下 给他盖好 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 伸了个懒腰 望着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 秦明心情极好 终于把蓝指救活 心中一个悬着的石头 顿时放下 这么大的庄园 他原本是拒绝住在这 毕竟他是客人 蓝指作为武神宗的弟子 也仅仅只是居住在一个简陋的一个单间 可苍鱼坚持要安排在他住这 秦明一再推脱 他对住处并不在意 只要能遮风挡雨就行 武神宗众人认为 秦明单到实力高绝 绝对不可以随随便便 应该受到最好的招待 推脱不掉 秦明也只能勉为其难地 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秦明 你醒了 苍鱼从远处走来 身后还跟着两位年轻貌美的侍女 这是我们武神宗的贵客 你们好好伺候 是 两位侍女面带微笑地给秦明的行礼之后 就向房间走起去 别急 蓝指还没醒 等他醒了之后 你们再去打扫 秦明连忙道 蓝指伤势刚刚复原 疲惫不堪 可需要好好休息 听到这话 两位侍女顿住步伐 走 我们找个位置聊 苍鱼说道 他也知道 秦明和蓝指久别重逢 肯定 秦明点了点头 和苍鱼走到前厅 二 这庄园极大 在前厅中有专门的会客厅 两人在会客室坐好 有侍女前针上茶点之后 离开房间 把门关好 秦明 昨天的是真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等侍女离开后 苍鱼道 昨天的处理结果 我很满意 并没有感觉到委屈 对武神宗的敢作敢为 我深深地敬佩 秦明目光真挚地望着苍鱼 居君已经被关入吉领宫 虽然他不知道吉领宫是什么地方 可看到 居君害怕的模样 秦明就知道 这惩罚对居君来说 极重 那就好 那就好 苍鱼喝了口茶 感叹道 秦明你最后展示的单道实力 是我前所未见 我相信 整个大陆都不会有比你强的炼丹师了 哪里 哪里 秦明谦虚道 秦明 观看你的炼丹 其中有很多地方 我甚是不解 能不能向你请教一番 苍鱼露出期盼的神情 他这个境界 根本就没有老是能够教他 所有的一切都靠自己摸索 现在突然出现一个单道大家 比他实力高很多的丹药师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可单道传承 都是师徒相传 他既不是秦明的师父 也不是秦明的徒弟 甚至才见过几次面 这样贸然地向他请教单道上的问题 显得有些唐突 昨天见过秦明炼丹后 他如造雷击 让他对整个单道都产生了怀疑 其中有很多问题 他回去 想了整整一个晚上 都不得其解 今天一大早就守在秦明门口 就等着秦明能够给他解惑 为了单道实力提升 这张老脸他豁出去了 单五双绝 第987章 不妙 苍鱼胜者 你谦虚了 应该是我们互相讨论才对 我也有很多单道上的问题不解 正等着你给我解惑呢 秦明淡笑道 好 好 苍鱼大声笑道 他当然知道 秦明这样说 是在给他面子 秦明昨天表现出来的单道实力 他和秦明的实力差距 不足以倒计 苍鱼一点一点把想不通的问题细细问出 秦明略微思考之后 深入浅出的回答 秦明大部分回答 苍鱼都能听懂 可有些答案 秦明需要换不同的角度讲解 苍鱼才能听彻底明白 随着一个个问题问出 苍鱼的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少 脑中思路越来越清晰 甚至有很多困扰了他几十年 上百年的难题 也被秦明轻松地解答 并且还给了好几种不同的思路 所有的问题都问完 不知不觉中 就过来三个时辰 我所有的疑惑都解了 秦明 谢谢你 你不但解决了我单道上的疑惑 让我清晰地知道了 以后要走的路 谢谢 苍鱼站起身来 深深地给秦明锯了个弓 秦明帮他解决了这些疑惑 最少节约了他百年时间 并且给他单道之路指明了方向 这收获更是不可估量 秦明连忙把苍鱼扶起 苍鱼圣者 我们是互相讨教 你怎能行如此大礼 苍鱼摆了摆手 秦明你莫要谦虚了 我的实力 哪里值得你讨教 都是你在教导我 来喝茶 秦明没有接话 而是把苍鱼扶在座位上 给他蒸上一杯茶水 秦明 我有些好奇 你的单道是什么境界 小心地接过茶杯 苍鱼轻轻地抬起头来 小声地问道 想了想 秦明淡淡到单神 苍鱼倒了一口吸口凉气 虽然早有猜测 可从秦明嘴中说出 还是让他打从心底吃惊 单神的地位 可是和五弟相同 和他们宗主一样 甚至 有的时候 单神 比五神的地位还要高 随即苍鱼心中一喜 秦 秦至尊 我有个事 想请你帮忙 只要你能帮我这个忙 你有任何要求 五神宗都能答应 嗯 秦明皱着眉头 苍鱼这个请求有些貌美 请教他单道上的问题 他随手作答就行 可苍鱼如此正宗的请求 必然不是很简单的事 苍鱼和居君都是单地 他们的炼丹实力也不弱 连他们都不能解决 想来这个事 及其棘手 又想到他们的宗主似乎受伤 秦明心中有了答案 可就是因为这个答案 让他很是为难 上辈子 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五帝 但也能够猜到 五帝受伤 可不是那么好治 哪怕是完美酒品丹药 对五帝来说 也不是完全见效 何况舞者的生命力 都极其顽强 更何况是五帝 他所受的伤 能够让他昏迷 秦明没有任何把握 能够找到合适的丹药 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伤 都可以用丹药来解决 嗯 你先说说是什么事 如果我能帮 我绝不推辞 不知道具体情况 秦明也不敢胡乱答应 丹舞双绝 第988章 道歉 听到秦明愿意帮忙 苍鱼心中欣喜若狂 你可能已经猜出来了 不错 正是我们宗主病重 点点头 秦明盯着苍鱼 具体宗主是怎么受伤 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 我们宗门只和泄魔势力为敌 想来一定是泄魔势力做的 文言 秦明心中猛然一惊 泄魔势力有五帝 能够让五帝身受重伤 除了五帝秦明 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能做到 泄魔势力有五帝 有 苍鱼郑重点头 泄魔势力不但有五帝 而且五帝的实力极强 忍住心计 秦明问到泄魔势力 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是秦明一直想问的问题 从前大陆开始 泄魔势力就一直给他一种邪恶又诡异的感觉 神秘的蝎子图案 还有威力惊人的剧毒 武者实力强大 更是阴险 泄魔势力 就是泄魔势力 从神武宗建立开始 我们就一直以他为敌 苍鱼目光露出仇恨 他以杀人为目标 一旦认定目标 斩草除根 我们宗门弟子中 有些是招募来的 更多的却是泄魔势力想杀的人 包括我 什么 秦明惊骇 苍鱼圣者 你也是泄魔势力的目标 秦明和泄魔势力无冤无仇 可他一直被泄魔势力追杀 而且以泄魔势力的架势 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杀他 苍鱼点头道 不错 我也是泄魔势力的目标 一直 都是 我的家人全部被杀 要不是武神宗大救 我也不可能逃脱 我与泄魔势力 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随着苍鱼的话 整个房间温度猛然下降 一股惊人的杀气 从他身上散发 又很快被收回 泄魔势力 是怎么挑选家族 宗门出手 秦明盯着苍鱼问道 不知道 苍鱼摇了摇头 泄魔势力 不但屠戮宗门和家族 哪怕是单人武者 也杀 现在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杀这些人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泄魔势力要杀的都是天才 甚至有时候那些天才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天才 我们救的一些 从泄魔势力逃脱的武者 除了本来就是天才外 还有些资质平平的武者 后来都证明 他们必然在某一方面 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 闻言 秦明心底更是惊骇不已 资质是不可探查的 不管是炼丹的资质 还是武道资质 当然 灵根好的武者 一般炼武的资质都不差 可灵根也不是决定一个武者成就的唯一标准 还有很多武者 本来灵根很差 可武道天赋极好 往往可以打破灵根的限制 成就惊人 更何况 还有更不能衡量资质的炼丹天赋 炼丹根本就没有任何仪器可以探查 一个个炼丹师 只有在耗费无数的资源之后 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炼丹天赋 甚至有些被确认没有炼丹天赋的炼丹师 再坚持不懈炼丹几百年之后 猛然顿武 炼丹实力突飞猛进 丹武双绝第九百八十九章 逐出宗门 他们是怎么探查资质的 秦明疑惑问道 不知道 苍鱼手指敲着桌子 低着头 似乎在回忆 缓缓到我当初也和你一般疑惑 我一个资质平平的武者 怎么会引来这么强大的势力追杀呢 宗主告诉我 我是个天才 卸磨势力追杀的人 肯定是天才 无一例外 在宗门的亲力帮助下 我才发现 我真正的天赋 不在武道 而在丹道 怎么可能 你可是武圣修为 秦明震惊道 苍鱼既是武圣 又是丹帝 都达到了各自的巅峰 照理来说 两者的天赋应该一样 怎么他会认为 他的真正天赋在炼丹呢 似乎看出来秦明的疑惑 苍鱼但笑道你说 我修炼到武圣 花费了多长时间 修炼到丹帝 又花费了多长时间 秦明多久 苍鱼竖起两根指头到两千年 我修炼到武圣境界 整整花费了两千年 而且 这还是在武神宗全力培养下 而修炼到丹帝 我却只花了短短的三百年 自从宗主说 我肯定有某方面是天才之后 我就尝试着练习各种技能 我发现我在丹道上 有无与伦比的感知力 果然 我炼丹的天赋绝伦 一直到丹帝 都没有遇到很大的瓶颈 秦明点点头 露出笑容 苍鱼的武道天赋好 可丹道天赋更胜一筹 秦至尊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苍鱼面色蜥蜴道 我怎么才能像你一样 炼丹游刃有余 随 行所欲 是要晋即为丹神 还是不晋升丹神 也可以达到你那种程度 不用晋升丹神就可以 秦明淡然道 我在晋级丹帝之后 除了某些特殊丹药以外 所有的丹方 都可以炼制十全十美 并且炼制的速度很快 真的吗 苍鱼惊喜 摆了摆手 秦明道不过 你不适合用我的方法 已经晚了 你现在已经是丹帝 炼丹的手法和思路 已经根深蒂固 最重要的是 你已经找不回 最初炼丹的感觉了 就算我说出 能像我一样的方法 你也不可能学会 做到 如果能把自己的 炼丹能力传授出去 秦明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很愿意直接交给苍鱼 可 现在苍鱼已经是丹帝 根本不可能学会他的方法 照他看来 苍鱼的丹道前途已经废了 不可能有机会成为丹神 甚至炼丹实力 再想进一步 都很难 他基础已经定型 再要教他打基础 炼制一品丹药 他根本感受不出 一品丹药的韵味 以苍鱼的炼丹实力 炼制一品丹药 肯定是十全十美 可就是因为十全十美 他不再可能感受到丹药的失败 不可能再感觉其中的艰辛 成也天赋 成也天赋 败也天赋 他进击的速度太快了 丹道上 他错过了很多风景 而这些风景错过了 也就错过了 哪怕再看到原先的风景 他也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他了 丹武双绝 第九百九十章 丹江 苍鱼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他也不知道 秦明是真的无法教导他 还是故意不想教他 只是找个借口而已 不过 不管秦明愿不愿意 他都很感激秦明 秦明愿意教自己 那是天大的福分 不愿意也是正常 毕竟秦明又不欠自己的 他不可能因为秦明不教他 就怪罪秦明 只是心底有些失望 秦明心中点点头 在自己拒绝之后 苍鱼虽然脸色失望 可眼中并没有任何怪罪之一 看来苍鱼是一个真君子 可以结交 因为拦指的原因 秦明才和苍鱼认识 他一直都觉得苍鱼很好 可不就代表他认可了苍鱼 对于认朋友 秦明一直持谨慎态度 你如果想担到实力继续进步 可以试着炼制九瓶以下的担药 仔细地感受每一株灵直 对你担到提升有帮助 听到秦明的指点 苍鱼连忙道谢 谢谢 谢谢 我牢记你的话 一定好好尝试 丹神指点的话 他无比重视 走吧 我们去看看五弟的伤势 秦明淡淡道 你不先休息一下 苍鱼关心道 他当然希望秦明 马上就去治疗宗主 可丹药是在炼制九瓶丹药之后 都会精神疲惫 最少要休息三天才能缓过来 炼制九瓶丹药 对付丹杰 可是很费心神的事 不用 我精神状态很好 炼几炉九瓶丹药 很轻松 摆摆手 秦明说道 如果真是很累 他当然会多休息一下 可只是炼制几炉九瓶丹药而已 根本没有浪费多少心神 很轻松 苍鱼想起自己炼制一炉九瓶丹药 累得更狗一样 顿时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请跟我来 两人来到地下宫殿 在穿过几道阵法之后 一个宏伟的建筑群出现在秦明面前 好大的地下宫殿 望着一排排三米多粗的玉柱 一眼望不到头的房间 秦明心中感叹 哪怕是前世秦明成为大陆最强的单地 住的地方也没有着豪华 宽敞 很大吧 见到秦明吃惊的神情 苍鱼微微得意 这里有九万九千个房间 这些房间都盛放着珍贵的物质 这些玉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哪怕是五地来袭 这阵法都可以抵挡住 不错 真的很大 而且 这里灵气充足 是难得的修炼好地方 深深地吸了口气 一股股灵气 望秦明鼻内疯狂涌入 不过 怎么在这里盛放物质 为什么不安排弟子到这里修炼 秦明疑惑到 哪怕这些物质再珍贵 也不可能比武者的实力珍贵 只有宗门的弟子实力强大 这些物质才有意义 就像他自己 从来就不留多余物质 都把物质 换成能够提升弟子的资源 并且给他们使用 就因为这样 话语宗的弟子 实力才提升得那么快 而且 这些物质放在灵气一般的地方也行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呢 宗主说 武者修炼在太充沛的地方不好 有害无益 所以 除了宗主之外 所有的弟子都居住在地上 地下仅仅是物质和阵法摆放的地方 苍鱼墓中露出崇拜 丹武双绝 第991章 昏迷不醒 扫了一眼地下宫殿 秦明若有所思 武帝的对于武道 肯定有独特的见解 他既然觉得太充沛的灵气 不但对武者没好处 反而有坏处 那一定有他的道理 看来上面的灵气浓度 就是武者修炼最佳的浓度 秦明在心中暗暗揣测 秦明 这边请 苍鱼用手虚影 两人往里面走去 又走了一刻钟 经过数道武者巡逻关卡 秦明才来到一个隐蔽的房间门口 宗主就在里面 苍鱼指着房间道 这房间很是平常 最少从外面看来 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这一路上 秦明看到了很多豪华的宫殿 不过 那些宫殿 显然都不是居住的地方 而这种房间 更像是居住的房间 而这间五地居住的房间 从外面看 既不滑贵 有不高大宽敞 这种房间 这附近还有一些 和这间房间大体一样 我们宗主一向简朴 那些豪华宫殿上的装饰 都是为了掩盖阵法 并不是为了好看 而故意做的奢华 而这些普通的房间 除了宗主居住之外 就是宗主的护卫居住 苍鱼看出了秦明的疑惑 解释道 原来如此 秦明点头 正在两人说话之际 两个双胞胎 光头走了过来 宗主歇息之地 闲杂人等 请速速离开 其中一个略微高点的光头道 玄鸣 是我 苍鱼上前一步道 知道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攻击了 玄鸣大声呵斥道 现在宗主身受重伤 闲杂人等皆不能靠近 如果是泄魔势力的奸细 偷偷摸进来 该怎么办 宗主有任何损失 我们白死无法赎罪 既然如此 在下告辞 秦明拱手道 这光头一再说他是闲杂人等 又说他是泄魔势力奸细 他何必还赖着不走 秦明想救五弟 这样他对付泄魔势力 这样他对付泄魔势力 也有了一个可靠而强大的盟友 可他顶多只是过来交朋友的 而不是过来第三下四求人 秦明慢走 苍鱼连忙把秦明拉住 对着两个双胞胎 光头大喝道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 嗨嗨 秦明用咳嗽打断苍鱼的话 他和苍鱼交代过 不能说出他真实身份 他可是重要的 大人物 苍鱼也记起和秦明之间的约定 连忙改口 大人物 玄鸣上上下下打量了秦明一番 不屑道 再大人物 有宗主身份大吗 苍鱼 你又不是不知道 宗主现在昏迷不醒 你们不赶紧研究方案救治宗主 带着二世祖过来做甚 旁边个子高的光头 拉着玄鸣的衣袖 阻止他玄鸣说话 哥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现在本来就应该以救治宗主为重 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都往里面领 玄鸣不满道 玄鸣你少说两句 上次就因为你乱说话 才被宗主关起来 现在宗主昏迷 急需要忍手 才把你放出来 你还瞎说 小心闯祸 个子高的光头低声道 丹武双绝 第九百九十二章 探查 我怎么瞎说了 玄鸣指着秦明道 你看他三十岁不到 实力也仅仅只是五尊而已 能对宗主的伤势起什么作用 又转过头 对着苍鱼 道你难道忘了规矩 待助手进来 必须要经过两位长老的同意才行 居君呢 居长老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 你们两个都是丹帝 不是常常和你一起来的吗 没有等苍鱼说话 秦明摇了摇头 大步向外面走去 一再对他鄙视 何必贪这趟浑水 要不是 看在兰指是五神宗的弟子 听兰指说 宗主对他很好 才不会无亲无故地跑过来 上一世有人请他出手 除了八台大轿 玉石铺路以外 还要给足了好处 说尽了好话 他才勉为其难地答应 不管成不成 没有任何人敢大声跟他说话 更何况是鄙视 前世他仅仅只是丹帝而已 出场费就不少收 现在 可是天下唯一的丹神 炼丹实力 更是比前世高多了 并且这次是 免费出手 居然还受到这种待遇 难道还要他求着他们 才能帮他们宗主治病 得了 不伺候 秦明 秦明你等等 苍鱼继续想要把秦明拉回来 可秦明坚决离开 苍鱼也没有办法 总不能强迫别人吧 要是惹得秦明不满 到时候不但不治疗 反而随便炼制一种丹药毒害宗主 他哭都没出哭去 你们啊 你们 等秦明消失不见 苍鱼转过身来 大声骂道 宗主受伤极重 我们研究了这么长时间 毫无办法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担到实力举世无双的高手 你们却拦着他 不让进去 你知道 秦明能够答应过来看 看 我求了多久吗 你现在把人得罪了 宗主的伤势怎么办 就他 玄鸣指着秦明离开的方向道 他三十岁都不到 怎么可能是举世无双的 担到高手 你刚刚不是问我 居君去哪里了吗 苍鱼大吼道 居君和秦明比试 输了不想认账 居然袭击他 被所有弟子和长老联合 送进了吉林宫 就那个三十岁不到的小屁孩 玄鸣不敢相信到 他能赢成名已久的 丹地居君 对 救他 不但赢了 而且是碾压 知道十全十美吗 秦明可是能够炼制 十全十美九品丹药的存在 苍鱼恨不得一巴掌 拍死玄鸣 十全十美 还是九品丹药的十全十美 玄鸣大害 他虽然不是炼丹师 可也知道十全十美 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境界 也许有少许炼丹高超的炼丹师 可以做到一品丹药炼制十全十美 可是九品丹药炼制十全十美 他想都不敢想 更别说听人说起了 我犯错了 玄鸣喃喃自语 对 你不但犯错了 而且是大错 真不该把你放出来 一直关禁闭才好 望着已经意识到自己错误的玄鸣 苍鱼消了点气 接着便感觉头疼 请秦明出马 不但是他的主意 也是全体长老和弟子的意愿 本来他以为 秦明三天之后 才有可能恢复好经历 所以 哪怕秦明答应了 那些长老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到三天之后 再和秦明一起过来 哪里想到 秦明根本不用休息 更是愿意当场出手 他当然就直接带把秦明带来 哪里想到 丹五双绝 第993章 异常情况 秦明离开地下宫殿后 心中还有些气恼 不应该贸然答应 何必贪这趟浑水 摇了摇头 秦明有些后悔 他本来对五弟的伤势 就没有把握 要不是为了拦指 才不会答应苍鱼 拦指应该醒了 想到又能见到拦指 秦明加快步伐 朝着自己庄园行去 秦明 你回来了 拦指正在收拾房间 那两个侍女呢 秦明疑惑到 拦指醒了之后 两个侍女 应该第一时间进来伺候 拦指笑到 我不习惯侍女伺候 就叫他们离开了 秦明点点头 拦指不习惯人伺候 也是正常 在船上他不但收拾房间 很熟练 做饭也非常美味 而且据他的观察 五神宗弟子 除了长老以外 其他弟子 好像都没有人伺候 你刚刚去哪里了 拦指好奇到 秦明对五神宗并不熟悉 照理来说 不应该瞎跑才对 苍鱼长老找我有点事 秦明道 拦指更是好奇了 苍鱼长老找你做什么 难道是居君的事 秦明注意到 拦指叫居君时 没有加静语 问到你怎么直接叫居君的名字 拦指对宗门内的所有长老 都很尊敬 和大部分弟子都关系好 虽然居君并不是什么好货色 以拦指的尊敬长辈的性格 不应该直接称呼名字才对 他 拦指眼中有恨意闪过 一个号 色之图 站着自己有几分天赋 为所欲为 怎么了 请 明感觉到拦指情绪不稳定 上前一步 轻轻地握着他的手 没什么 都过去了 拦指微微一笑道 谢谢你帮我把居君送进吉林宫 他现在重判清离 极难出来了 哪怕出来 也不会获得很高的地位 拦指脸色平静到 你知道去前大陆极其危险 我为什么要去前大陆吗 秦明 为什么 因为居君 他强迫我做他的小妾 如果不 就安排我进行极难的任务 拦指说道 所以 你没有答应 居君就把你安排进了前大陆的船只 秦明猜测道 对 拦指点头 你怎么不求助宗主 只有把实际情况跟宗主说 秦明说道 拦指宗主当时出去了 要是宗主在宗门 居君绝对不敢过分逼迫 平时居君虽然好 可都有所收敛 等宗主离开宗门 居君利用他长老的身份 开始对我施压 我不答应 并且打算揭发他 居君担心事情败露 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我还不答应 他就把我安排进 前往前大陆的船只 原来如此 秦明若有所思道 难过他千方百计 想要害死你 宗主需不需要用到吉兵之夜 本来就是不确定的事 而且 哪怕需要 也可以等到需要时 再化开拦指身上的吉兵之夜 也不迟 居君却把吉兵之夜的重要性夸大 搞得好像宗主没有吉兵之夜 就有很大的生命危险似的 并且利用长老们对宗主的关心 给长老们施加压力 丹五双绝 第994章 我去 拦指你刚刚去哪里了 想了想 秦明如实道刚当苍鱼长老找我 想要拜托我给你们宗主看看伤势 什么 宗主受伤了 伤势怎么样 拦指大吃一惊 连忙问道 我也不知道 我没见到他 摇了摇头 秦明说道 具体的伤势我不知道 但听苍鱼长老说他重伤昏迷 想来应该有点严重 如果不是宗主昏迷 五神宗的弟子们也不会这么行事匆匆 一副大祸临头的模样 作为有五弟的宗门 照理来说应该是抬头挺胸 自信十足 可他看到的五神宗弟子 一个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算正常 可眼神中藏着深深的忧郁 挥之不去 啊 宗主伤得这么重 听到秦明说宗主受伤昏迷 兰芷很是着急 不行 我要去看看宗主 不用去了 我刚刚就是想看你们宗主 被两个侍卫拦下了 我可是和苍鱼长老一起进去 苍鱼长老既是丹帝 又是武圣 地位崇高 而兰芷仅仅只是普通弟子 既然苍鱼带他进去 都做不到 兰芷一个人进去 更没戏 怎么回事啊 兰芷冷静下来 疑惑道 秦明抓着兰芷的手 把他这段时间 在武神宗做的事情 从头到尾 简明地说了一遍 就是这样 他们一而再地阻拦我 我干脆就直接离开了 文言 兰芷眼睛柔情地 看着秦明谢谢你 这段时间 让你受委屈了 秦明的炼丹实力 他知道 随便到那个势力 都会受到最高级别的招待 而秦明在 武神宗 一再受到轻视 更是差点就被居君打死 秦明所做的这些事 都是为了他 包括答应苍鱼 给宗主治疗伤势 要不是因为自己说过 宗主很疼爱自己 想来秦明也不会轻易答应 哪怕答应 也会收取昂贵的费用 没事 秦明摇头 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 正在这时 门外响起苍鱼的声音 秦明 你在吗 进来 秦明大声道 门被推开 苍鱼走进来 见过苍鱼长老 拦指行礼 秦至尊 刚刚实在对不起 我是专程过来给你赔罪的 苍鱼目光看着秦明 陪笑道 没事 秦明淡淡道 我不介意 文言 苍鱼大喜不介意就好 那么 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再过去一趟呢 秦明 去哪里 帮宗主看看伤势啊 苍鱼道 对不起 在下财书学浅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秦明拱手道歉道 秦至尊 苍鱼大吉 秦明打断道叫我秦明吧 至尊我担当不起 这 苍鱼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秦明可是单神 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模样 可不代表他没有脾气 能够第一时间就答应帮忙 已经是看在拦指的面子上了 免费帮忙 却收到刁难 哪怕是一个普通人 都会有脾气 何况是至高无上的单神 单武双绝 第995章 终于探查 站在一旁的兰指问道 苍长老 宗主他怎么样了 伤势严重吗 摇了摇头 苍鱼脸上露出疲惫之色情况 很不理想 宗主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怎么会这样 宗主可是五弟 拦指难难道 唉 我和居君都仔细检查过宗主 可任何收获都没有 甚至 我们连宗主具体受了什么伤 才导致昏迷不醒都不清楚 苍鱼叹息 怎么伤的都不知道 拦指神色慌张 这是最坏的情况了 居君和苍鱼长老 两人都是单帝 可根本查探不出宗主说受的伤势 也就是说 宗主从受伤到现在 连伤势都没有找出来 更不谈医治了 要是知道哪里受伤就好了 我们也好对症下药 哪怕我们宗门 没有可以治疗宗主伤势的丹药 也可以到外面去寻找 可宗主全身正常 除了呼吸微弱以外 根本探查不出伤势 苍鱼皱着眉头 眼神中有着深深的疲惫 那该怎么办 拦指六神无主 哎 就是知道宗内弟子 在知道实际情况会引发恐慌 所以我们才尽量隐瞒 宗内的普通弟子 只知道宗主昏迷 却不知道 我们对宗主的伤势 毫无进展 也不知道 宗主的伤势 其实一直都在恶化 苍鱼又叹息了一口气道 我对宗主的伤势 已经毫无办法 现在宗门已经给大陆 上 其他几个丹地发出求援 我们长老斗 在等他们的到来 希望能出现转机 这是兰指 第一次见到苍鱼长老 唉声叹气 平时他在别人面前 一直都是自信满满 没有任何困难 能够打到的模样 苍长老 你在大陆的丹道 实力已经是顶尖了 连你都没有办法 其他的丹地 哪怕比你强 也强得有限 大陆上的丹地 兰指都大概地了解 他们的实力 他们的丹道实力 和苍鱼长老相当 苍鱼长老全力出手 都没有任何进展 那几个丹地 又有什么能耐呢 我也知道 不过除了这办法 我们实在不知道 还有什么办法了 苍鱼低声道 秦明 兰指突然转过身 看着秦明 你能不能够 兰指感觉很为难 实在开不了口 武神宗对待 秦明太过分了 秦明可是差点死 在武神宗长老手上 要不是他修炼的 是炼体功法 估计就直接死了 现在自己却要求 他救宗主 这相当过分 秦明 求求你救救武神宗 求求你救救宗主 只要你答应 什么条件 只要我做得到 我都能答应你 苍鱼恳求道 他也知道 是宗门对不起秦明 虽然后面 极力地想要挽回 又是安排在最好的庄园 又是安排最美貌的侍女 总算是挽回了秦明的一些谅解 更是不计前嫌地答应帮忙 可谁知道中途 跳出来一个泛魂的玄鸣 不但轻视他 还直接鄙视 怎么说都不听 拉都拉不住 丹五双绝 第九九六章 泄魔势力的气息 我答应救你们宗主 从来就没有什么私信 更是不需要你们宗门的报答 说实话 以我的炼丹实力 不管到哪里 都不缺修炼资源 了不起耽误些时间炼制丹药 自然可以换取足够我修炼的资源 秦明淡淡道 不管是前世 还是今生 他从来没有真正的 为修炼资源担忧过 哪怕是他现在修炼混元诀 需要海量的资源 内心也没有真正担忧 只是耽搁一些时间 根本不愁 何况 他现在还年轻 武道修炼的黄金年龄 还有很长时间 不急 愿意帮助五神宗宗主 一是 看在拦指的份上 第二个愿意是 他们宗主 一直在和泄魔势力斗争 他也是泄魔势力的敌人 两人天然就是盟友 可 这不意味着 他需要舔着脸去救他 哪怕没有武神宗宗主 秦明也有信心对付泄魔势力 也有信心问鼎武帝 甚至武神 秦明 看到秦明没有松口的意思 拦指哀求道 秦明转过身去 不理拦指 虽然秦明很爱他 可不代表为了他 秦明放弃了尊严 刚刚被打脸 现在又过去求着别人 让自己进去救人 秦明做不到 拦指眼泪哗啦哗啦的滴落 轻轻抽气 虽然心中心疼 可秦明不为所动 有些东西无所谓 可有些东西 是要坚决捍卫的 外面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苍长老 我可以进来吗 苍鱼听到声音 顿时火冒三丈 手中聚集灵气 一巴掌隔空拍去 碰 站在门口的玄鸣 被突如其来的一掌打懵了 没有任何抵挡 直接被势大力臣的灵气巨长 拍进了土中 嗨嗨 玄鸣剧烈地咳嗽 脸色胀红地骂到苍老贼 没有看到是我吗 哼 听到叫骂 苍鱼火气更大 又是接连三掌轰去 砰 砰 砰 三声俱响 玄鸣本来在外面的半个身子 顿时被一劫一劫地打入地里 最后只剩下一个头 喷 喷出一口鲜血 玄鸣说不出话来 你不在玄殿内待着 出来干嘛 苍鱼斥则道 玄殿是那个地下宫殿 宗主居住的地方 玄鸣作为守卫 居住和工作都在那里 平时没有紧急事 不会外出 我想过来给秦明道歉 嗨嗨 玄鸣道 你道不道歉无所谓 反正我们互不相识 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见面 秦明摆摆手 随意道 玄鸣看起来受伤很重 其实只是些皮外伤 修养一下就好了 五圣之间真正的攻击 从来都不是灵气 而是神魂攻击 你还知道过来道歉 苍鱼恨不得一巴掌杀了他 作为宗主的护卫 玄鸣的实力达到五圣 地位也不比他低 玄鸣受宗主的直接管理 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命令他 又因为他嘴无遮拦的原因 得罪了宗门内不少人 不过 弟子们实力和地位比他低 被嘲讽下也就算了 他还经常嘲讽长老 导致差点打起来 最后更是惊动了宗主 宗主罚他面壁 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 改掉这坏习惯 单五双绝 第九百九十七章 有办法了 不过 宗主的打算明显落空了 这段时间的禁闭 不但没有让他反省 反而犯了更大的错 就不应该让你出来 苍鱼大声骂道 上次的事你还没有吸取教训 现在又犯更大的错误 我现在已经打算把你逐出宗门 玄冥一直在被关禁闭 宗主昏迷后 众人觉得玄冥作为武圣 能够守卫宗门的安全 护卫人手不足 才不得已把他放出 提前结束了禁闭惩罚 现在看来 真不应该让他出来 你没有权利把我逐出宗门 我可是宗主的护卫 除了宗主 谁都不可以惩罚我 玄冥气急 大声道 是吗 苍鱼道 你难道忘记了宗门的规矩 当宗主不能理事时 宗门的所有事物 都交由长老打理 以你平时在宗门的人员 再加上这次所犯的错误 逐出十次都不为过 宗主不能理事时 宗门的所有事物 都交由长老打理 这句话猛然在玄冥脑海里回荡 他反应过来 确实有这条规矩 只不过 平时宗主只是出去宗门 从来没有受伤昏迷 就算出去 也会很快回来 这规矩很少用到 他作为宗主的护卫 平时更是深入简出 更加不会见到这规矩的使用了 一时间 他把这条规矩忘记了 不要赶我走 苍长老 我不想离开宗门 顿时 玄冥慌了神 这时他才意识到 自己所犯的错误 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小 我原不原谅你 就要看你能不能取得秦明的原谅了 如果他不原谅 你 那么你 不但会被逐出宗门 还会成为宗门的罪人 整个宗门的弟子 都会唾弃你 苍鱼缓缓道 宗主的情况你也了解 现在能够救宗主的 只有秦明了 你别指望请来的那些丹地 他们的丹到实力 我还不了解吗 和我也就半斤八两 连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能起什么作用 玄鸣这才想明白 苍鱼已经把救宗主的全部希望 放在了秦明身上 面前这个看起来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 也是他一直鄙视 一直嘲讽的年轻人 秦明 请你救救宗主 刚刚是我做的不对 你打我 骂我 哪怕杀了我 我都没有任何怨言 如果这些都不能让你消气的话 我愿意被关入吉林宫 玄鸣望着秦明 苦苦哀求 他从小就在武神宗长大 这里就是他的家 他不想离开这里 而且 比起这些惩罚 耽误了宗主的治疗 更是让他后悔 比杀了他 还让他难受 秦明有些动容 虽然玄鸣的嘴很损 可他心肠不坏 特别是对宗门的感情 更是发自心底 这让他想起了话语宗弟子 他的弟子 也是这样的热爱宗门 不由地产生了恻隐之心 望着秦明 脸色变得好看起来 拦指连忙到 秦明 你就救救宗主吧 他对我真的很好 就像我父亲一样 我们整个宗门 上上下下一万多人 都期盼着宗主能够好起来 秦明 求你帮我 我需要你的帮助 丹五双绝 第九百九十八章 神风花 好吧 秦明点头道 不过 我也不能保证 我能够治好 这世上 不是什么伤势 都可以用丹药救治的 而且 我从来没有见过五叠 也不知道他的伤 我能不能治 几人 都对他抱着巨大的期望 可他根本没有实诚的把握 只能尽量试试 为了不让他们期望太大 到时候失望更大 秦明只能把丑话说在前头 当然 苍鱼连忙到 不管你能不能帮到忙 我们都感激你 那好 那我就试试 秦明点头 三人大喜 苍鱼和玄鸣领着两人 来到玄殿 你们把宗主放在岩浆之中 望着浸泡在岩浆中的中年人 秦明惊讶到 这房间很宽敞 装饰物很少 一点也不像是五帝居住的地方 不符合五帝的高贵的身份 又想到他们宗主平时很简朴 并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奢华 秦明心中也就没有疑惑了 只不过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内里居然有一个岩浆火池 这岩浆池 是宗主平时修炼所用 我们见把宗主放入其中 宗主的呼吸会更加有力 所以我们也就把宗主 整个身子浸泡在内了 苍鱼解释道 点了点头 秦明问到这里好像没有火山 你们是怎么维持岩浆的热度的 不知道 可能和外面的阵法有关 这里是宗主的修炼之所 我们平时很少进来 宗主修炼时不喜欢人打扰 苍鱼说道 嗯 那我现在去看看 你们宗主的情况 秦明朝着浸泡在岩浆中的中年人走去 越往里温度越高 不过秦明毫不在意 秦明危险 这岩浆有时候会喷洒出来 看到秦明越走越近 苍鱼大声呼喊道 可话还没有说完 当场一大块岩浆 朝着秦明席卷而来 啊 拦指担忧的大声叫唤 他似乎看到了 秦明被岩浆包裹 火红的岩浆朝着秦明袭来 又急又突然 他没有在意 脚步不停地向岩浆湖泊中心的中年人行去 灼热的岩浆 泼洒在秦明的身上 把他身上整洁的衣服 烧成了黑炭 更有青烟冒出 秦明皱了皱眉 似乎对衣服损坏 有些无语 我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我 转过身 秦明对着拦指道 他没事 望着秦明脚下踩着岩浆 却像是踩在水中一样 脸上的皱眉 似乎在责怪水 打湿了裤腿一般 又是看到 秦明抬起脚 脚上的鞋子 已经被岩浆烧毁 露出脚掌 脚掌上没有任何伤痕 真的如同踩在水中一般 啪啪啪 秦明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湖泊一点也不深 刚刚过溪 很快 秦明就来到中年人面前 伸手把他扶起 中年人比他想象的要重 仅仅是人参 可是给他的感觉 就像是抱着一座山一般重 他身穿黑色服饰 这黑色服饰浸泡在火红的岩浆中 没有任何损坏 甚至连温度都没有多大变化 让秦明忍不住惊奇 到底是衣服自身的原因 还是武帝的原因 他并没有感觉到 这衣服有任何奇特之处 丹武双绝第999章 据想 秦明怎么能够走在岩浆内 岩浆怎么会不伤害他 苍鱼疑惑地望着拦指 哪怕他是武圣 可触碰到岩浆 一样会被灼伤 更不可能像秦明 直接站在岩浆之中 如同站在水中一般 除了他们宗主 苍鱼没有见到任何武者 有能力待在火红的岩浆中 我也不知道 摇了摇头 拦指脸上也是露出惊奇之色 旁边的玄鸣更是羞愧 他曾经说过 秦明仅仅只是武尊 鄙视过他的修为 可秦明只有武尊的修为 却站在岩浆中 而他作为武圣 却比不上他鄙视的人 连摸岩浆一下都不敢 秦明没有在意按上三人表情 他正打量着面前的中年人 中年人有着刀削一般的脸庞 眉毛很浓 看起来虽然鹦鹉不凡 可也是平常相貌 并没有什么特别地方 如果在外面碰到 秦明甚至会把他当成深山老农 了不起是帅点的农民 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 秦明仔细打量 顿时感觉到 有一股气势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这气势不强 可任何人在感觉到之后 都不会忽略 这气势会散发出来 也许是因为他昏迷不醒 要是他是清醒状态 哪怕是无意思的收敛气息 我也丝毫察觉不到 这就是武帝 看上去稀疏平常 如同普通人一般 这难道是反哺归真吗 心中暗暗惊叹 秦明开始检查宗主身上的异常 咦 他身上还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如果不是呼吸不对 他就像是睡着一般 根本不像昏迷 秦明脸上惊异不已 没有想到 他也没有看出任何伤势来 这中年人 不管是从表面上看 还是从身体内部看 都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他看到的是强劲有力 比任何人都要健康 如果真的没有伤势 他应该是清醒的才对 不可能昏迷 而且昏迷这么长时间 秦明皱着眉头 思索到 远处 苍鱼三人焦急地望着秦明 在发现秦明低头沉思 似乎陷入困境中时 几人都非常着急 又不敢打扰 秦明可是单神 单要之神 他一定有办法救宗主 苍鱼在心中暗暗祈祷 苍鱼长老 我们能不能帮忙 兰指突然小声问道 他见到昏迷不醒的宗主 心中很是担心 又想要做些什么 哪怕是微末的小事 能帮点也是好的 苍鱼摇头到我们帮不上忙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出宗主昏迷不醒都原因 我们没有任何能够帮的地方 那好吧 兰指继续盯着秦明 沿江中 秦明又检查一遍宗主的五脏六腑 发现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后 他陷入了沉思 武者的身体恢复力和生命力极强 武帝就更不用说了 哪怕是身体重疮昏迷 也会很快清醒过来 不可能昏迷这么长时间 所以 他可能不是身体受伤 才昏迷不醒 很有可能是灵魂空间出了问题 灵魂空间受伤 才会导致他昏迷不醒 丹五双绝 第一千章 神风丹炼制完成 秦明当即把手轻轻放在武帝头上 闭上眼睛 心神沉入进去 还好秦明能够使用神魂之力 否则根本探查不了 这神魂空间有些奇特 怎么到处都是金色 进入武帝神魂空间后 秦明看到的全部是金色 没有任何其他颜色变化 神魂空间不可能是这样的 我看到的肯定不是神魂空间 对了 神魂空间不能直接看到 只能到达神魂空间之外 秦明记起来了 他所见到的这一幕 并不是真正的神魂空间 而是神魂空间外 只不过武帝的神魂空间太大 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神魂空间内的情形 只能自己看到 别的武者想要见到 除非发起进攻 把神魂空间撕裂一个口子 可撕裂一个口子 脆弱的神魂会直接消亡 上一世 秦明仅仅修炼到武皇 根本不了解神魂 他仅知道的一些 关于神魂空间的知识 都是别的武者告诉他的 想来武神宗的人 一定检查过宗主的神魂空间 估计他们也没有发现问题 现在基本已经刻意确定 就是神魂空间的问题 可要怎么才能见到里面的情况呢 低头沉思 秦明不由有些犯难 哪怕是上一世 也没有听说谁见到过 有谁能够看到别人的神魂空间内的情况 最少 神魂空间中的内核 从来都没有人 能够见到别人的神魂空间内核 到底长什么样子 因为 神魂空间的组成 就是武者的神魂之力 而秦明是在用精神力观察 B2 而精神力说白了 也是神魂之力 两人的神魂之力 绝对不会相容 只要进入 就会发生战斗 看来只能冒险一世了 秦明心中下定决心 打算把精神力 探入武帝的神魂空间 只希望在武帝神魂空间的瞬间 看一眼神魂空间内的情况 如果见到什么异常 也能找到治疗办法 深吸了一口气 秦明把精神力缓缓探出 试探着突破金色 扑 秦明吐出一口鲜血 面色如指 双腿直打哆嗦 刚刚进入他 已经找到了武帝的神魂空间 并且试探地进入其中 可进入的瞬间 秦明就感觉到 自己的神魂 受到剧烈的灼烧 那一部分神魂 直接断了联系 也给他造成重伤 秦明你怎么了 暗边 望着脸色煞白的秦明 兰指大声叫喊 站在岩浆湖中间的秦明额头上 冷汗直冒 又飞快地被岩浆高温蒸发 半晌 秦明才迈着虚弱的步伐 一步步挪移出来 刚刚出来 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剧烈地喘息我 我没事 我只是头有点疼 等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兰指走到秦明身后 伸出手 轻轻地给秦明按摩 感受到秦明头 正小幅度地颤抖 兰指知道 真实情况 没有秦明说得这么简单 一时间 他心中一疼 鼻子发酸 秦明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他 要不是他 秦明和宗主非亲非故 根本不会帮助治疗 就算武神宗请秦明出手 他估计也就随便看看 绝对不会冒这么大的危险 感谢观看